很少去顧那一壘跑者 他是他自己不理他 他都忽略了 投手也要牽制 他連投手也不理了 所以你投手 你根本就不能牽制 我只能兩號三幻籃球術 張志豪戰不動被三陣了 這個好不容易 兄弟相對有一個還不錯的開局 但是這個球 也不能全然怪打者 這個球 可能要做接近身體 所以很自然的打者 他身體會往後退 王建民真的黑弓也是一流了 現在打球輪到第三棒的周思琦 兄弟相對五分落後 一出局 現在一壘有跑者 真的 泰山真的滿有趣的 他有自己套的理論 對 這一個球 中外野落地的安打 周思琦 今天三個打數有兩尊的 同地相對一出局 現在一二壘有跑者 下一棒是彭正銘 第一球也撈起來 今天打擊的狀況真的不錯 好 彭正銘的打擊啦 其實也真的不能夠放棄了 雖然一下變五分了 感覺好像很遙遠 不過兄弟以前 讓人家認為他們可貴的地方 堅持到最後面 真的 破點圈有跑者 兄弟相對這場比賽 前面是五個打數 有一支安打哦 但是為什麼沒有得分 那是內野安打 那是一支內野安打 二壘跑者就停在三壘 王建民現在跟高志剛在配球方面 看起來就是內外 然後不然就是內角高的一些搭配 對戰王建民 同證明的生涯有三成八五的對戰打擊率 這個球選掉了 對 投得非常的好 很刁鑽的位置 那打者放掉是正確的 那個球不好打 林月平 在床邊熱身 還有 黃志龍 偏高的壞球變成一好兩壞 這個球是自己沒有壓下來 本來這看起來是要配一個外角球 那這個前面一個內角偏低 再配一個外角低的 其實也是不錯的一個配球方式 前面球評楊教練也有提到 彭正銘雖然腰不太舒服 但他站在你一邊 他就是五屆打擊王 對,一定有威脅性 但如果你的球有撕頭的情況 你還是能夠有機會掌握它 我沒有算 沒有算 好告訴你 今天應該是壞球了 是哦 外角偏低的壞球 是有人喊暫停的 不知道是打者還是捕手 所以恰恰先喊了泰姆暫停 所以這樣好告訴你 好處哦 撞到的 撞到的 少掉一個壞球 主審裁判王俊宏先生 在最後一刻也同意那個暫停了 一二壘跑者 很冷耶 這個 這個107公里時速 對,這個球 走內角的一個曲球的樣子 這個球的架子 會讓打者的時間 整個被破壞掉 沒錯 走在內角的地方 這個球要打的 應該是打到比較高的位置 高的位置 有可能形成界外球 所以這個球粗不粗棒啦 對打者都不利了 我恰恰剛剛比了一下 好像說這個球都笑到他胸毛了 那麼內角 好 這樣以為你有夠誇張 對啊 被拉掉 剛剛107公里 內角 這個145公里 外角 結果被刪陣了 所以你看搭配一個 107的那個曲球 內角進來 這是搭配一個外角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 真的有夠惠惠的地方 這個速差將近40公里 這是什麼的 這次是 CVC CVC CVC